现在呢 我跟你讲啊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三 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讲讲老唐最近的这个一些想法 第一件事情呢 我现在就是写书 大家知道以前呢 我写了一本巴菲特财富之路的书 现在呢 我现在这本书呢 这个英文版呢 现在马上就在英国要出版了 因为我想的话 有一个英文版的书呢 跟这个西方社会沟通交流 这个是最基本的 对吧 一个工具 然后呢 我也想来写一写呢 这几年司法方面的书 对吧 一个呢 就是讲我的案子 对吧 一个呢 是讲讲加拿大的整个制度司法 所谓的加拿大的法治社会 还有一个呢 也讲讲我的这个 在脑里面这个所见所闻 对吧 这是一些 然后呢 还有一本书呢 专门是讲这些法庭 对吧 像这种 就是案例 就是我认为 哪些重要的案例 就是在加拿大打官司 做事情 如果碰到麻烦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处理 对吧 其实呢 加拿大打官司 加拿大这个所有的法治社会 就是说 它有很 有利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 有时候呢 你有钱呢 你要 顾问的是 你还要懂 对吧 你有钱 如果不懂的话呢 人家把你这个律师把你的钱拿走了以后 你还给他数 啊 就是说把你卖了 你还得数钱 所以最痛苦就是这个 我呢 就是想呢 通过我这八年 这八年 的整个的司法 啊 经历 知识 过程 我说我了解的事情呢 能够 给大家那个 带来的 啊 一些 实惠 就是 万一 因为在加拿大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那样的法律问题 对吧 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对吧 你有时吵架 喝酒 驾车 对吧 做生意 啊 家庭 什么都 这个遇到的法庭 都 会这样那样 会碰到这个问题 碰到这个问题 怎么办 请律师怎么办 请什么样的律师 怎么样请律师 在哪里去学 怎么弄 所以呢 我就想呢 把我这个八年的经历啊 所见所闻呢 给大家带来一些知识 启发 和一些来避免一些麻烦 就是这是一个 我现在呢 就是我自己来讲呢 第一我想把这些经历写下来 然后呢 给大家说书一样的 说一说啊 今天讲过一样的 讲的比较有调理性一点 比较有顺序一点 就是大家也可以 啊 我呢 这几年来也写了很多的东西 就是只要整理好 这个就够了 还有呢 就是还有很多法庭资料 我收集了很多法庭资料 关于我自己的 还是关于别人的 对吧 就是一些案例的就是 汇编成书 我就是想呢 在法治上面 在加拿大是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如果不懂法律呢 就是做什么事情 都是称不难行 所以的话呢 我就想呢 把我 因为我现在经历了法律 八年以后啊 经历了法律事情 都不得了 所以呢 我呢 现在是 习惯了 也差别有点就像上瘾了 我现在已经特别喜欢打官司 我最后呢 希望我就成为 啊 在法律上一碰到问题的时候 每个人就想到我 印象这个 很多朋友嘛 他一碰到问题的时候 他一家就想到我 所以呢 我就想把我制止 变成我们大陆人 我也就是讲中文的 啊 这些新移民的 一个法律的活字点 这样的话 就是你碰到什么事情 啊 用我这个案例 就可以 这个 帮帮忙 对吧 就是你只是要请律师 刚才讲了 请律师 是很贵的 并且呢 经常有事发了钱呢 还要买罪售 就是 怎么样找律师 怎么样找到好律师 什么情况要找律师 这个都 我以后都会慢慢的给大家说 解释 然后呢 以后呢 还有呢 假如比方说 像这种直播啊 就是通过电视啊 直播的形式呢 就是大家有什么案子的说 我们可以 公开 对吧 在电视里面 给大家 讲解 就是通过实列 来 来 帮到大家 这是一个 我现在呢 对我来讲 我的兴趣 就是 特别喜欢打官司 我现在是 就是已经是 就是说 对这个打官司呢 就是已经是 做了很多研究 所以特别感兴趣了 我认为呢 就是从生意人的角度讲 我打官司 当然这个打官司的事情呢 因为一个是公正 正义 对吧 就是怎么样打 能够打去水平出来 能够打去 能够打赢 这个呢 就是 这是 就是打赢了 呀 这个正是呢 就是 名利双修的事情 对吧 这个是罪 就是西方社会 为什么来很多白人呢 就是在这里 对吧 出生出生的 他们呢 如果在法庭里面 对吧 站在一定的位置 特别是像法官这种位置 所以呢 那生活就 就是好过 不单独日子好啊 还是带动一批的人 对吧 这个 日子过的就是 很安逸 因为我们大家就知道 在在这里呀 你如果法律不明白的话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或者是 艰难 或者是犹豫 或者没有胆量 对吧 我就想这个事情 我现在呢 觉得这个打官司呢 是一个 名利双修的事情 跟他讲了 就是说 我如果打赢了 我现在讲 以前投资吧 我就 你投资吧 他 就是要买了一个很好的股票吧 翻倍的 比较难 打官司呢 就是决明是更政府 在加拿大政府 或者是美国政府 或者是大的企业 或者是银行 从他那里呢 因为他们都是赚老百姓的钱 他们是赚了很多很多老百姓的钱 也是赚了黑姓钱 所以从他 这些 就像马一般大线 如果能够搬了一下 也能赚大钱 所以这个呢 我现在就是说 假如比方说我现在有钱 对吧 十万 二十万 几十万 这个 我认为呀 就是很多人 因为不懂嘛 所以就没这个信心 其实呢 就是说 像我这个官司呢 已经走到八年了 如果再有一点点 就请个律师 就可以把他借围了 因为现在的所有的资料都有了 现在就是说 如果打官司 赚钱翻倍 翻几倍的 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是一个方面 现在呢 我另外呢 就是因为我到加拿大来呢 就是我 对这个金融 对司法 对媒体 对吧 对怎么样的运作 我都比较清楚 所以现在呢 我就帮很多企业家 朋友 从国内来的 他们对这些事情呢 不熟 有些比较大的老板 他就经常找我 对吧 就跟他自损啊 出主意啊 或者是今天有些在做 有些呢 我能见到 当然我现在主要因为 因为 在有限制的情况下 就是我不能管人家的钱 所以的话呢 现在暂时啊 这个限制只有一年 到2019年1月30号 整个限制就没了 所以呢 我就完全恢复正常和自由了 所以呢 就 至于证券会说 交易的事情 因为我很长时间 证券会的交易就是股票 证券的交易 对吧 我呢 就是在去世之前呢 就是说 就是说 2009年 证券会指控我 之前 我就已经没有交易证券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都是外汇呀 现在呢 很多东西呢 就是说 因为其实像我这种情况 证券会 所以 他是需要我们这种人 有经验的 对吧 来帮投资人 但是他们不是这么搞 他们就偏偏要那些没有经验的人 来投资 所以呢 造成他们损失 所以的话呢 我现在就讲呢 这个现在就是呢 一个部分就是给 这个国内来的 一些大的企业家 一些搞地产的 对吧 搞金融投资的 到他们想在国外发展 我就经常给他们 自尊自尊 但是呢 搞一些项目办一程的话呢 因为现在他们讲的都是几百万 几千万的 或者上亿的收购 对吧 就是做这些事情 现在呢 我刚刚 现在呢 我还做一些什么呢 就是 网上 租房子的事情 我现在帮朋友 租房子 就是说 网上 这个 他们就是 airbnb了 就是 所以呢 做得也还 还不错 昨天呢 我呢 就到了上诉法庭去 这个上诉法庭是干什么呢 就是 高等法院判了以后 如果不服的话 就到上诉法庭去 上诉法庭去呢 它是有三个法官 来看这个上诉的文件 我昨天呢 就做了一大堆的文件 就是 一共四套 对吧 第一呢 就是说 上诉的书 上诉书叫 Apairbook 一个呢 是 就是 exebit book 就是 证据 有些什么 依据 还有呢 就是 Factum 就是整个案情的这个 法律依据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 Borg of authority 就是说 案例 对吧 怎么样的案例 我现在呢 打官司已经 从09年开始 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有八年 八年整了 对付的是 加拿大 多伦多 最大的律师 对吧 检工官 那是我以前都不知道 检工官是谁 我上次有一次去送材料的时候 走到那里去 他说 你是指控什么刑事 你怎么会把材料送到这来 他后来才发现我这个案子是特别的 就相当于 警报局的这个CIA 或者CISIS的那个案件 就是加拿大 Special Prosecutor 我就到那里了 我自己也搞清楚 所以呢 昨天呢 我前几天呢 我就 因为 跟TD Bank 打官司 TD Bank呢 因为我借了他 六十万块钱 Mortgage 对吧 Lime Credit 就是差不多是相似的东西 因为 证券会冻结了我的钱 对吧 其实就是那个Mortgage 但是我借了这个Mortgage 除了Full or Second Full or Second Mortgage以外 我就把剩下来的钱呢 用来抄盘 交易 给投资人看 然后呢 这个钱呢 是3月12号借出来的 3月15号 16号呢 就放到那个投资公司 到19号呢 我就赚了 就是说 从20万块钱 再加两个投资人 15万块钱 一共35万块钱 三天时间我赚了9万块钱 刚赚了钱要还投资人了 证券会一进来 就把他冻结了 冻结了 要调查 然后呢 就牵挤这一势力的官司了 然后呢 一冻结以后 我又不能赚钱了 又不能拉投资人的钱 我也不能拉自己的钱 就是去操盘 所以呢 就不能 还TT Bank的钱 对吧 所以呢 但是我一直因为 很多朋友帮忙 亲戚啊 所以呢 从09年 我还是一直付Mortgage 每个月都付2000 一直付到 2012年 到了这个 审判的时候 一几个月miss掉了 三个月miss掉它这个payment 后来 他就要把我的账户关掉 然后呢 我就没办法付Mortgage 然后呢 我就本来是到TT Bank 我说我是你的 大客户 老客户 最好的客户 我说我能不能够 谈一谈 他说不用惨 你找律师 我说这个时候 要找律师干什么呢 我又 对不对 我又不是还不起 我这个钱 我的房子值那么多钱 又不亏你的 不然的话你也可以refinance 就是重新贷款 给我都可以的 我们其实 这个时候呢 因为进入的司法程序 我就我也搞不清楚了 当时我也没律师 我也搞不清楚了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因为进入司法程序 搞不清楚以后 那个TT Bank 就要把我的房子 要收去 要把它卖掉 要把它钱弄了 现在我原先也搞不清楚 好像是大家都是这么想 你欠TT Bank的钱 如果你不还了 按理说TT Bank有权去 把这个房子收去 我去Powsell 我去卖掉 把他们的钱拉回去 这个好像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有一点 大家都不明白 我以前也不明白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跟TT Bank的合同 不是一个孤立的合同 我的钱 就是我借了银行的钱 不是因为我 拉去用掉了 回去拉去干什么事情去 我不愿意还给他 对吧 而是因为政府要调查 政府调查的时候呢 那就要等到调查完了以后 对吧 其实我当时如果在定付调查以后 所有的款 他因为动静我的钱了嘛 所有的款都不应该付的 我们还坚持的付了他 三年 一直付到2012年 他上诉的时候 就是开庭审判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 唯一到牢里去 那就更加不能付了 所以呢 他们把我的房子就卖掉 还把我老婆赶去 家门 然后呢 我们就变成无家口归的人 其实这样的话呢 在加拿大按理说 这样是违反了 宪法第七条 对吧 第七条 就是当你碰到这样的法律问题的时候 如果有钱在那里 首先呢 要通过正强的程序 叫做Due Process 是吧 一个呢 是法律上的 就是程序上的 一个呢 是这个内容上的 这两个事情 就是事务的本性上讲 这两个事情 当时呢 他们就没有按下这个程序去操作 是吧 因为是律师 一到法庭里面去 不管说什么 法官就 法官开始他 律师每次 因为证券会说我诈骗 然后警察说我帮我抓起来 然后检公官又把我放到那个 监狱里面去 然后又审判 但法官一听到这种情况 那根本就什么东西都不用想 就把我这个 是吧 就是 律师要什么 法官就给什么 没有道理了 所以呢 就到了这种情况 所以呢 其实呢 在 TD办公司从2012年开始 到现在为止 到2017年了 已经5年了 对不对 这个案子已经 就是跟银行里面我就 5年了 这5年呢 到了20 14年的时候 我就一直上诉吧 就把它拖 就拖到 从2012年开始 到了2014年 然后呢 他把我的房子 最后卖掉了 2014年卖掉了 卖掉我借银行的钱 其实只有60万 我这个房子 当时呢 大概值120万 他们链价大概就卖掉了 100万就卖掉了 对不对 卖掉以后呢 这个卖掉以后 因为我就上诉 一上诉以后呢 就是我开始的时候 他把我的房子 把我老婆的孩子都赶出来以后 按理说我在上诉吧 他不应该卖我的房子的 这又是违法了 然后呢卖掉以后 他那个律师啊 就是 每天就是记账啊 就写800块钱一小时 700块钱一小时 是多少写多少 我借他60万 他拉了我差不多80万 最后呢 还剩下17万 所以我一直上诉 最后这14万呢 他不要了 他就 就给了法庭 给了法庭以后呢 很多人 因为法官也判他们赢啊 因为当时我没有任何这个 就 反制能力 没有辩护能力 也不懂 所以呢 反正他们乱来我也搞不清楚 他们搞对了我也搞不清楚 现在发现呢 他们都是错的多 所以呢 他们呢就法官呢就 在5月30号的时候呢 就把我那个 就房子的17万块钱 从TDPANK 剩下来17万2千块钱呢 就给了这些 啊 他说债权人 这些债权人 其实不是我欠他的钱啊 是法庭 对吧 是法官 给他们的好趣 对吧 不是说我 我家里欠他什么钱 我借他什么钱 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 像我们有一两个投资人 他到法庭里面去 他说 他骗了我 法官说 骗了你 那好吧 那就 要他赔 然后他就判了 我就赔 所以 那个东西 他是 就是支持赔 他也不是 secure 这不是说有抵押的 贷款 就是说投资是有风险的 对不对 借钱也是有风险的吧 所以的话呢 他这个法官呢 在5月30号呢 就把我剩下来17万块钱 又给了他们 所以呢 因为我来现在呢 比以前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也懂点法律了 对不对 九病成良一嘛 所以 我现在就是他们做的什么地方 这七八年来以后 我就把 就是说 他对的地方 错的地方 他基本上是没有对的 都是错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他首先 就是说违反了 加拿大的 叫做Charles Right 就是宪法 对吧 人权法 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在法庭 九线就是这样 我 对吧 如果他是说我有 有罪或者有错 或者是 有问题 要通过 正当的 叫Fair Trial 正当的法律程序 要公平的法律程序 所以他必须先呢 他跟我律师 对吧 他先要 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整个八年之前 他不单独没给我律师呢 他还 有意的 就虚意的 就破坏我的辩护能力 对吧 就我本来是 假如你没钱嘛 那也没得说 我呢 还 不单独是 有房子 也有钱 我房子也不能拿来 松火 也不能拿来打官司 我这个钱呢 借来的钱呢 也放在投资公司里面呢 有个账号有40多万 也应该可以用来打官司的 然后呢 其实呢 还有其他的 我那个 我有很多公司吧 公司账号里面的钱 也是可以用来打官司的 这个是叫宪法的 constitutional right 是这样 所以呢 我这次呢 昨天呢 我就准备了一大堆的材料 每一种材料呢 我就是上属法庭三个法官 他每一个法官要一套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是要三套 对吧 材料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当事人里面呢 就是在我的对面的话呢 有七个律师 所以的话呢 我这次呢 要应付七个律师 所以呢 要这种大本大本的文件呢 要印 十本这样的 但是 上书的话呢 有四 有四本书 一个叫Apia Book 就是上书书 一种是正著 一种呢 是叫法庭 这个事实 这个 就是法庭依据 还有一种呢 就是 案例 刚才讲了 所以呢 就是 这个东西 这个打官司 很多人就一直想啊 你打官司 第一 要很长时间 第二 很贵 律师费很贵 是吧 第三呢 他说这个法官呢 跟律师呢 他是叫律师协会的 他们是一伙的 法官就是律师 律师就是法官 当然了 法官就是律师 律师不一定是法官 哈哈 是这样的啊 所以呢 一般呢 像打我这种官司呢 一般的人呢 是打不起 第二呢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呢 不是打不起的问题 还是不会打 对吧 我呢 这八年呢 就是说 在法庭里面呢 跑了六个月 就是 至少是 每天上庭的时间 有六个月 这是很多了 一般的人没有这个机会 也没有 就是律师都没有上庭 这么久 这么长时间的 第二呢 如果要应付这么多 这个时间 跟那个的话呢 钱的数字呢 也要上千万啊 就是这种概念 我现在呢 基本上呢 把整个程序都弄清楚了 他们的策略弄清楚了 就是来弄去没 我都清楚了 所以对加拿大的事法呢 不管是小的案子 大的案子 什么案子 我都 对吧 都 有些是经历过了 很多 有些呢 是耳闻目睹 就是经常去问他们 看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现在打在这有经验 我那天跟人家开玩笑 投资是赚钱的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 打官司更赚钱 因为呢 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啊 叫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 它的两个核心 一个是金融 对吧 资本嘛 一个是法治 对吧 这两个呢 都是钱 所以我们新移民来也好 我们大陆来的人 就是说 不管从世界各地来的 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来的人 都不懂这些 所以呢 就是取消就 对吧 社会的下层 对吧 就是说 你上班 没问题了 那他要依赖你 但是一般的情况呢 就是说 这种 就是 比较 啊 就是说 上层的这个生活方式呢 就是像打官司 投资的 这都是上层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弄的 所以 其实打官司呢 是非常非常赚钱 我那天 跟人家开玩笑 我说我现在如果有10万块钱 我现在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啊 已经8年拖过来 如果10万块钱 一年之内我可以 从这些银行 或者律师行里面 收上 拉出来100万 就是赚100万 就是这意思 如果我有一百万呢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啊 因为 因为你要知道 我现在呢 是被 就是 他们毁了 名誉 对不对 就是我的名誉 受损失 非常大 很多人以为我是 是吧 真正的罪犯 或者是骗子 所以呢 大家都 离我远远的 其实呢 你知道 在你最好的时候 每个人都 都来 当你是最不好的时候呢 每个人都走 其实你说 what we can lose 就是我们在最没有的时候 我们 你说风险就没有了吧 一样 人站在高区才有风险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如果说 我现在的话 假如想说 原先的时候啊 每个人 10万20万的 蜂拥而至 现在呢 你就打官司 用个10万块钱 25万块钱 赚个100万 人家不信 你以为是 因为人家 因为我们骗他 其实呢 很多人 我现在都说的话 就像我们 这个时候 蒋国文贵 可能不得呀 都是有证据的 因为我不单独是有银行 投资公司的证据 我还有法庭的证据 所以你看这里 这是法庭的 这是很多都是 你看这么厚 很多都是法庭记录的 法庭记录 翻开看看 你看看 这都是法庭记录 500页 这个 先停行啊 OK 哈哈 这都是法庭记录的